而如今中国在军事领域的成绩可以说很快就能赶上美国,我国此前研究出的电子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,美国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最终都研究失败,但是中国却能够一名新人研制成功,震惊世界。 据相关报道,在早前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,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作为国家到飞机专项的重要成果之一精彩亮相,中航工艺有关负责人表示,目前运20的研制顺利推进,相关试验是飞项目按计划进行,中国即将真正拥有自己的大型运输机。 世纪90年代末,美国波音公司曾经计划研发一款最大起飞重量,达到了1200吨级的机构运输机,但该机属于具备中低空飞行能力的地效飞行器,且时至今运仍然未能研制成功。 这也就是说,如果600吨级运输机研发成功,这款运输机将有望超过AO225,成为世界上多位最大的运输机。 将干超过美俄两国。 据推测,这辆运输机首次的是飞时间下2020年,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未来的发展。 随着中国在2018年基本暂停了,从俄罗斯进口D30发动机,中国开始确定大规模使用涡扇18发动机来替换进口发动机。 由于运输时还没有出现明确的实物,因此其尺寸尚不明确。 目前网上对其指标有两种判断,一种是数据较为保守的胖板运久方案,另一种则知B-70和A400M。 事实上,安抚70和A400M,其实应该被看作是穷人版C17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.XYZ或是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